手游酷玩 啊这地方往右侧晃动这个不对就是把你的设备往右倾斜他就会自己过来了然后就会踩到这个格子上 那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刚开始输这个数字然后输了很多遍 后来我发现是按照下方球的这个颜就是物体这个颜色输入这个数字啊我刚开始还以为就是上面那个数字就可以了呢 那这地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啊这个就需要语定大家记忆了但是大家可以把它分为上下都是四就是12345678 然后记得那个数字就比较好好踩这个格子反正我自己是这么做的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你要凭这个空间想象来记的话除非你的空间想象能力特别强要不然的话是很难 就是记权这种东西呢我自己本身也是试过你要是想单纯就靠自己的这种 长时间的记忆记忆这种东西特别的费劲啊原因有两个时间第一点他这个并不规律啊他虽然说 确实是应该是有某种规律啊但是在我看来啊其实 找规律比较麻烦那第二个就是比较费劲啊因为你想你一直按照这个顺利早他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突然记错哪一块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这个地方啊他这个种我到现在没太明白他让我干好啊我感觉他应该是让我 就是转到我一样 然后我现在在这转我感觉我明明都对上了但是他并没有显示说我已经 就是对上了啊还是让我继续转 那这样的话呢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然后我们这地方重来一次吧感觉 不重来应该没啥通关的机会啊他这个 长得有点费劲啊不太明白他做的是什么要我做什么样的工作 因为大家玩这个就假如说是这种对格的肯定是先找屏幕上最特殊的点啊我感觉最特殊的就是这个红色打拧啊 所以说我打算是把红色的对齐 然后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啊那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是怎么个原理啊就是 他这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和他 和你本身对齐是为了让你那红点和 右上方那个红点对齐啊 所以说大家整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这地方按下屏幕正中间的按钮他会出现四个柱子会 按照一定顺序摇晃然后记住顺序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地方我试了很多次啊因为 他这个突然就 没有了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要我整还是不让我整啊 但是可能屏幕 晃动的这个幅度有点小大家玩的时候要需要 比较仔细的看一下 因为他这个屏幕晃动的频率啊比较小而且比较快基本上晃了一两下啊就过去了 那这地方也是顺利成功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这个是属于中途的奖励关卡啊 我个人认为就是告诉你一个新的形式 还有这种形式可以解决这个 算是 钥匙的问题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啊移动到相对应颜色就可以了 啊这地方到后边这个有一点这个 小奖励关卡的意味啊没有像刚开始那么难了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游戏呢叫 100迷惑之门个人拖延程度大概在30左右 是一个解谜意志类小游戏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手游酷儿的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